浩斯怀德是病 怀德 这个病在现前社会非常普遍 人不懂啊 太上老君重视因苦 你看我们三个根里头 有太上老君的感应品 头一句话说得多好 霍佛无门 为人自找啊 没有人在管理 是你自己的因 感得的果报 善因善苦 悟因就有果报 因云果报 丝毫不爽啊 任何人一生呢 都无法 拜托 现在这个社会 男女关系 很混乱 每一天 堕胎 有多少 堕胎是杀人呢 英国律上常常警惕我们 是真事情 欠命的 要还命 欠债的 要还钱 啊 佛告诉我们 父子 四种缘 没有缘 你不会变成父子 不会变成一家人 这四种缘 第一个是报恩 哦 那这小孩好 好叫 孝子贤孙 他是来报恩 你过去身中 对他有恩 啊 第二种是抱怨的 钱是有过节 有怨恨 他来报仇的 那长大了 会叫你家破人亡 第三种呢 是讨债的 讨完他就走了 第四种是还债的 啊 没有这个缘 不会成为一家人 啊 这佛在经上 跟我说明 啊 这家人有什么关系 是家要有道啊 要有规矩 如果没有道 没有规矩 这家就乱掉了 啊 多才不得了我 我听说 有个同修告诉我 不是他自己 别人 啊 他的一个朋友 好像堕胎 二十多次 有通灵的人看到 他后面跟着一群小鬼 所以他自己苦不堪言 身体非常不好 啊 很多病痛 那些病痛是吧 那病痛就是那些冤情债主 找他麻烦的 所以 懂得因果的人 决定不敢干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你将来还命啊 你这一生杀一个 你来一生还他的命 你杀了二十个 要还二十多条命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 这害命的事情 怎么可以干 啊 好色 堕胎 那就是杀人 这个罪业可重了 啊 不但坏德 现在人不讲道德 但是 懂英国的 你要还命 你敢不敢走 这是病 这是病 这个病我们看见 身体衰败 痛苦不堪 他自己不知道原因 明眼仍看得清清楚楚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